台风苏迪罗于昨天凌晨和夜间先后在台湾和福建登陆给各地带来了狂风暴雨 今年第13号台风苏迪罗昨天凌晨在台湾花莲登陆 随后穿过台湾内陆 昨晚10点10分苏迪罗在福建莆田沿海登陆 苏迪罗给福建省全境带来强降雨 在宁德市郊城区飞栏镇 20多名群众被大水困在房中 消防官兵接到报警后携带绳索救生衣等救援装备涉水进入被淹民房 先把小孩爆出 再用门板和泡沫箱搭乘简易小船 把老人一一救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 被困20多名群众被安全转移 大风和强降雨导致福州城区出现严重内涝 积水最深处最高时超过了一米 市政设施损毁严重 局部供电通信中断 今天上午城区内积水逐步下降 伴随着整个的抢险救援的全面展开呢 整个福州市区昨天累计97个市区内涝点 现在已经绝大部分的修复了 那么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六一北路上 我所在这内涝点前后大约有300米的位置 正在修复当中 整个的抢险工作正在加紧的进行 受台风影响 福建省三座机场关闭 停运动车191对 小三通航线停运 厦门平潭的跨海大桥暂时关闭 目前福建省委领导全都在抗台风一线指挥抢险 福建省军区上万名官兵参与救援 到发稿时为止 福建共转移群众40多万人 从昨天开始 浙江省温州金华等地也遭遇大风降雨 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 在温州平阳 暴雨引发熬江防洪堤发生管用险情 当地立即组织人员防洪抢险加固堤坝 在金华 电力部门加紧抢修电网保证用电 苏迪罗同样给台湾带来强劲风雨 多地灾情不断 据台湾灾害应急中心统计 苏迪罗在台湾共造成五人死亡 四人失踪 上百人受伤 今天上午 台湾气象部门解除台风警报 目前 苏迪罗强度已降为热带风暴级别 预计今天夜间在江西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